Hello,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节 讲国际的事情 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推介一下 我们今天在结束台长和我这个节目之后 那又是天元解密的环节 这次就很厉害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黄发灵师傅,我们的大师 就跟台长呢,今集是说什么呀?由台长来说 很简单,北京的八字 普京的八字呀 搞到我们之后应该有些后遗症了 会不会有KGB的人来和我们频道聊天呀? 我在这个节目里可以推介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节目的内容翻译成英文 向美国的中央情报部提供的资料给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我昨天都在这个节目很详细讲了 他们现在都在分析着普京的那个生命状态的 就是他分析着普京的生命状态的 原于是什么呢?就不是纯粹一个趣味的问题 而是他们现在怕普京会发动那个核子战 因为在我们去做那个节目的期间呢 他也都,俄罗斯也出了另外一条料的 就是他那个外交部长说,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就将会是一场核子战争 他这个说法本身都是另外一次的核子威胁来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觉得现在即使打到这样了 都是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但是为什么你无厘头又会提起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你俄罗斯有什么盟友呢? 你是不是有中国作为一个盟友? 你是不是有叙利亚作为一个盟友? 你是不是伊朗作为一个盟友?你是不是一个北韩作为盟友呢? 现在很明显不是啦,原因很简单就是 因为所有上上的国家都不是跟俄罗斯有这个军事联盟嘛 只不过就是他们 比较在那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他们亲和而已嘛 就不是说说如果谁打俄罗斯 就是打我们,我们要联手 就是联手要帮俄罗斯,现在没有这件事嘛 所以为什么无厘头会讲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恐吓的形式啦 就是一个恐吓的词语啦 但是后面是不是真的普京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哇,他真的傻了上来,他就会压制呢? 我从来都觉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俄罗斯发动 就是要有核弹去攻击的时候呢 那个Protocol,那个协议是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呢 照计就是应该你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你亲自有这个理由要去禁核弹的 而且那个攻击是威胁到整个国家安全嘛 但是现在你不是嘛,你在打人 受国家安全威胁,那个乌克兰不是你 那为什么会提这个核弹的问题呢? 这个完全讲不通的 但是对到一个权力集中,一个独裁者 他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呢? 是不是那个Protocol,就是俄罗斯的Protocol 在苏联解体的Protocol是改变过呢? 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要去研究一下 那似乎这个问题上面呢 西方的情报组织呢都触手募策的 他们都讲过了,那些博斯科的Hard Target 就是一个很难滲透的目标来的 那讲到这一笔呢,我们就要带另一笔了 因为今天的节目,这一部分都相当多资讯的 那有一部分就有文章去交代了 那这部分就由我去讲的 现在纽约时报或者其他的报章就引述了消息 给一个情报的消息,就是说呢 当普京决定去攻打乌克兰的时候呢 那个日期是原定是比现在这个是早的 那个原因我们当时,就是之前我们也提过了 就是我,就是乌克兰在这个2月,在3月的时候呢 会融洩,那个坦克的推进,地面部的推进会受到一定的困难 但是呢,普京就是很上面啊 这个北京冬季浩兰会的时候呢 他親自去北京那裡參加開幕典禮 期間也從中國簽證了一些能源和商業上的合約 現在的情報就說當時習近平要求普京 不要在北京冬季奧運會期間開戰 現在排面看似乎是 但是這宗消息當然是西方情報局 西方情報的組織他們在適當的時間發佈出來 鄭金氏一件事就是俄羅斯這場戰爭 中國就不要下水了 不要下疊了 如果再靠近俄羅斯的話 這個西方的情報組織會爆更加多料出來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就不是說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我覺得就算是真 也不奇怪 是不是 這個是給面子的習近平 但是俄羅斯發動戰爭這個呢 就不要說到全世界都不知道只是習近平知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相當愚蠢的說法 因為為什麼呢 就算以我自己為例 我去年 我不需要做什麼情報分析 我去年10月我去倫敦之前 我已經講過這場戰爭會發生的 也都思考過這場戰爭發生之後 那個對整個世界和整個歐洲的影響是什麼 當時我都說了這場戰爭是game changer來的 是會影響到21世紀 整個接下來的世界秩序 但是這個就叫做不幸而嚴重的 但是你說西方情報的組織他們 哇 漁夢初醒啊 到今天才知道這個普京要發動侵略這個烏克蘭的戰爭 唉 不要開玩笑啊 大哥 這些完全就是 我覺得抓有常識都不會相信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新聞的時候就不要照單全收 不要一聽到之後就完全是用這個思慮了 你應該用多角度去想 那另外一個問題也都在前一篇傳出來 但是我從來就沒有在這個節目講 就是說這個美國在烏克蘭裏面 其實是部署了很多生化實驗室BioLab 這個是不奇怪的 因為美國其實它自己有一個對生化戰的一個準備 他們都做一些相關的實驗室的研究 那我寫文就提過了 我在神秘之情提過了 那個叫P4實驗室 或者P3實驗室 P4是最高的層級來的 就是裡面所有現在地球上完全是不能夠防禦 不能夠抵擋的病毒和病毒都在那裡做研究的 所以一定很小心 那武漢的實驗室也是P4的實驗室來的 那現在已經關閉了很久了 但是在烏克蘭開 為什麼開這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美國其實不是太想 就是完全把這個實驗 放在自己國土裡面的實驗室做的 因為試過那一個東西 是不是 那應該是馬里蘭州 其中一個很著名的Dietrich這個實驗室 那現在就說在烏克蘭裡面 都有一堆的BioLab 其實是美國資助 或者是美國去主導的 那這一新聞就不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前一陣子有一個在澳洲的雜誌的網友 他都是在自己的Facebook上登了的 那那當時我就沒有理會 我一直都不說 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要去說這件事 哇 在美國其實 他們在烏克蘭裡面有很多生化成果室的 那這個是不是構成了現在俄羅斯 去攻打烏克蘭的藉口呢 那大家如果也是稍微有一點嘗試 那如果你有 你就很早就爆出來 你自己爆出來 接著你去聯合國也好 你去其他這些世界組織 這個世衛組織 它爆出來 那就讓美國自己去解釋 或者烏克蘭自己去解釋 你現在不是嘛 你真是打 那你的目標又不是打這些生化實驗室 那你現在打機庫 是不是 要打這些大城市 要炸到它變成一片焦土 那這個完全跟那段新聞本身是無關的嘛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策略了的 但是奈何呢 現在在網上呢 就是剛才我在那個梁錦祥的那個 Facebook那個群組裡面 我都調出來了 就是奈何呢 現在有這樣的傳聞去說 所以我就必須在這裡呢 就再去講講就是 這宗消息 我不會懷疑它的那個真確性 我覺得可能是存在的 亦都存在的機會令到十分之高 但是這個並不構成現在 俄羅斯對這個烏克蘭人民 去濫殺 濫殺的一個藉口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分野來的 那接下來就講講現在最新的局勢怎麼樣 我們第一次 我都一開始我已經講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烏克蘭突然出現 一個冷冠氣落到烏克蘭那裡 就可能令到這個 俄羅斯那個地面部隊的推進呢 是受到困難的 現在圍城戰仍然處於一個拉過去的狀態 但是呢 其中一個重要城市已經落入俄軍的手上的了 那這個在烏克蘭方面證實的 就不是俄羅斯的報道的 所以這個戰爭本身呢 就相當之殘酷的了 就是說呢 很多烏克蘭的重要建築民 甚至一些地標 其中一個呢 就紀念這個猶太人被殺的一個地標呢 就已經是炸到這個全部毀難的了 所以烏克蘭現在就向這個世界 就是向各國的政府去投訴 俄羅斯這次是犯上了人道罪行 那如果這件事結束了之後呢 就是普京那個整件事的角色 甚至它是不是一個犯上人道罪行 就是例如以前的希特拉 甚至近年的盧旺大屠殺的主謀 以致到這個南斯拉夫內戰之後 那個塞爾維亞的所犯下的罪行 要拉上這個海牙的國際法庭受審呢 開始有這個討論了 就是我今天也貼了那個《衛報》的評論這裡 就是說普京要上這個國際法庭的機會 那個程序是怎麼樣呢 現在開始討論了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是一個設想來的 就是如果普京是在這次的戰事 就是俄羅斯在這次的戰事裡面失利的話呢 這個可能性並不能否定的 至於今天那個內容主要有兩部分的 我們就第一部分我們就不是說瓦蘭了 我們反而要講講這個俄羅斯的內部的情況 因為現在主要來說呢 俄羅斯裡面的反戰的情緒呢 應該是與日俱爭的 就不是說俄羅斯人對這個瓦蘭有特別的 就是說外號 就是他們覺得要和平就是什麼 而是這個普京發動這個戰爭呢 是傷害到俄羅斯的經濟 譬如現在俄羅斯很多的城市呢 根據這個BBC的報導 已經出現在那個自動提款機前面 大量的人排隊要拿錢 那至於外匯方面 外匯包括美金和黃金 可能現在俄羅斯人自己都要害怕 如果在銀行裡面好像我們昨天說 保險箱拿出來吧 待會不會衝動 第二樣東西就是如果有美金的話 能否用得呢 是不是放了呢 如果你是這個逃亡出俄羅斯的話 帶來外匯 會不會在邊境那裡 那個關口那裡呢 就是海關那裡 給俄羅斯的海關仍然衝了工那些美金呢 這個我相信是BBC那裡有詳細的報導 另外就是俄羅斯所謂這些有錢人 就是超級富豪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是靠俄羅斯的油 發達的 他們現在都面臨一個問題 如果它在海外資產都是被衝工的 那最新衝工呢就是德國那裡的遊艇 超級遊艇就被衝工了 那德國人對這件事就不會有任何手軟的 另外就是 毛尼克的一個俄籍的交響樂團的指揮 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全歐的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指揮家 立刻被毛尼克的當局是解聘的 換言之就是俄羅斯人 無論它是著名也好不著名也好 運動員或者音樂家或者商家 其實現在都被全世界抵制的 他們去到哪裡都是國家老鼠來的 這個對他們的打擊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去關注 現在除了烏克蘭它頂不得盡之外 如果俄羅斯出現內部變化的話 反而這場仗本身提早結束的機會是更加高的 文俊你補充一下剛才我提及幾個俄羅斯的內部情況先 首先說現在每一人都有大量的人 去ATM提款機排隊 大量的人是數以千計 是不同的俄羅斯城市 不同的街頭都有這些人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貨幣 去呈換美金和歐羅 是有史以來最低的 情況是差得比以前 譬如他入侵哈利米亞 或者是以往任何歷史時刻 是更加低的 面臨的情況下 好像我們上次做節目 雖然誇張一點也有說 盧布變得好像津巴布韋的紙幣 現在出現的情況 第一 他國內 譬如他銀行也好 或者一些機構也好 他那個叫做美金和歐羅的供應 已經是供應不到的 其次呢 也是立了例不讓你拿 有一些俄羅斯的人 其實他們經歷過以往 勞布一跌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最穩陣的就是 傳美金 於是他們傳了大量的舊版的美金 這些美金其實都可以用得 那他們呢 譬如藏在所謂的床下底 或者在家裡 那他們看現在的環境 那有很多人想著 不如拿錢去其他地方住住 站住什麼都好 那誰知道 為什麼你會暈倒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要離開俄羅斯呢 烏克蘭有沒有炸呢 好像好好的 那情況其實我們 早兩集節目有說的 普京在莫斯科 在很多城市 是佈置了很多的導彈 甚至乎在街頭那裡 帶了那些軍車那些出來 我不知道他做過勢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在那裡 其實他一方面都在兇 這個俄羅斯裡面的市民 就好像說到 是他們被人入侵 他們是被烏克蘭去攻擊 去打那樣的 那所以呢 其實人心惶惶 很多人就選擇真的離開 好像香港那樣 其實現在大部分人都離開 因為根本是生存不了下去 但是現在發覺呢 你出境的時候 被人檢查到你有美金的 有沒收 然後其次呢 你打算排隊去ATM ATM就沒有的 只有勞報按 那勞報的人又不按 於是呢 就衍生了一個情況 就好像現在呢 近這幾天 香港的情況 那樣 去到處搶物資 譬如去那些超市 去任何地方 看見東西就買 不等小的都買了 因為他們最擔心就是 那個勞報呢 會跌穿了 那其次呢 有一些叫做 你會覺得很欺負的事 那俄羅斯呢 那個地鐵啊 還有他們的鐵路系統呢 他們都會有 好像我們那樣 有那個叫做 八達通啊 或者是澳門通的 那張嘟嘟卡的 那原來那個嘟嘟卡呢 其實背後就直接是 連接著這個央行呢 就是用switch來結算的 那結果呢 現在全俄羅斯呢 那些鐵路呢 都用不了 那些電子結算 就要大家去買回地鐵票了 就好像 走去那些 那些 機要按張票出來 是啊 那整件事 是搞到現在的人呢 就是這樣說 就是現在公佈了 譬如你Apple Bay啊 Google Play啊 就是你上網 年輕人又充不了點售 打不到機 又買不到遊戲 那更甚至呢 人家對他的封殺 就好像我們說過很多次 咯 涵網撲撲 那就簡直是 又封殺你啦 那有些叫做 那些打機啊 那些又被人封IP 他都是全面地 總之好像 是被人 叫做一個歧視 種族歧視 總之你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的地區 就被人歧視著的 而 最搞笑呢 就是 中國啦 國內啦 那些小粉紅啊 那他們想著 喂 我先翻牆 去這些俄羅斯的 網站 討論區啊 然後呢 去留大部分的 留些言論 我支持普京 普京是個很威大的人 俄羅斯是永遠不敗的民族 不用擔心 那你發覺呢 就被人噴到一面灰 因為原來呢 俄羅斯真的 國內的情況呢 其實他們大部分呢 都是不喜歡普京的 他們的回覆就是 第一 我們不想打仗了 第二 我們想生活正常 就是說支付那些 第三 我們不想 那些鈔票變成廢子 那這班的小粉紅呢 聽了之後呢 那你就知道小粉紅的特性了 又罵他們 就說他們是烏克蘭的走狗 說他們是黃絲黑暴啊 說他們 為什麼不支持自己的國家 怎麼知道怎樣 那結果呢 因為 跟著啊 又衍生那些很經典的那些 就說你俄羅斯沒東西吃 不要緊 我們大量照顧俄羅斯妹 那結果呢 搞到呢 今天俄羅斯那邊的黑客呢 又和這班小粉紅呢 就頂不順他們了 就直接做網路攻擊了 就開戰了 那這個 中國小粉紅呢 都是二十一世紀的二和團啊 就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就是我們客觀來說呢 就 他們其實就是幫倒忙的 就不是幫著這個中國 在國際上建立它一個形象 而是實際上是令到 很多人對這個中國是 是產生反感的 那除了這件事情 我也要提一提 就是中國人呢 其實在世界上 其他地方都很威風的 給一個例子 譬如 溫州炒樓團 我們全世界都知道這個 這個溫州炒樓團多麼厲害的 炒身都中的 炒身都升的 好像聽說 他們都去基庫炒樓 是不是 怎麽指基庫啊 哈爾科夫啊 周圍都有啦 那所以 現在 你不是在那些 國內的西瓜視頻啊 那些 你看到他們 拍一些片出來 從誰搞 Ed 哭不思多 然後就是 He賭哭的人 你不要再辣慶烏 烏克蘭和俄羅斯啦 那些猛鬼子有槍滩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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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滩 these 现在的房子都被到达炸了 都没办法 你看到其实是很极端的 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 在当地,比乌克兰也好 俄罗斯也好,一定是杯葛在那里排的 更甚者,最惨的是 有些说话你不能说的,例如小粉红 你和俄罗斯人开火 因为你发觉那些人回复,他们其实不支持战争 不支持普京,即是你口中的普京大帝,他们不支持 那你就说人家是纳粹 你这个字是一个禁忌,你不能随便指着欧洲人 俄国佬,说他们是纳粹 因为他们搞受的伤痛是很厉害的 那你怎么可以随便去说人家呢? 结果你去说了一些禁忌词 然后呢,就麻烦了 就搞到现在是留在外地的那些中国人呢 就受难咯 当然啦,有些事情就是 过度打飞机的后果就是 你拍一套戏,压不惊 展示国旗,全世界呢 就算恐怖分子好,政府均好 大家都不敢开一枪的 都要即时停火 等你的车队呢 安全通过 但是事实上,不是嘛 不是啊,文俊 这个我又觉得你公平点说 你有没有看过渡戏叫《湄公河行动》 有,当然有看啦 这么好看的电影 那件真事来的 是真事,但是你要知道 你缅甸啊,越南啊 那些都叫做东南亚的地方 那当然,譬如你说 你去做一些执法上的事情 或者你说怎么样,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是战乱中的 叫做中亚欧洲国家 其实很坦白说,你现在的环境 你和你这部电影 他不会说那些小粉红 是有几个黑人真 他说明拍戏 我当然是说到天降神兵啊 是有几个精悍啊 一队解放军打你六队海拔部队那种 但是问题 事实上,他里面没有说到 那些小粉红那种黑人真话 那种情况 就是正如那些小粉红 你不停去翻牆,去我们留言 你去说一些言论 不停每天说我们只是 支持烏狗啊 其实你想想,我们这些频道 都有小粉红这样去留言 他们在外面那个 囂张拔户的情况 你想想,那种情况 尤其是 你现在战乱的地方 尤其是俄罗斯也好 你乌克兰也好,大家有枪 那些人真的不是跟你 搞笑的 那种情况就是... 是有中国公民是最近 在湖南被射击的 这个已经是 在片段我们看到的 是啊,那你搞不定的 何况你真的... 但是有个方法 是不是应该避免到这件事情呢? 比如说,我是台湾人 我是日本人,我是香港人 那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你都要 懂得说甲文啊,懂得说广东话 乌克兰人怎么知道 你是说日文还是说广东话 因为你要知道 小粉红那种 那种打飞机呢,是打到全宇宙的了 你知道吗? 他们呢... 你要记住,无论你去到任何地方 不管是巴黎、英国、伦敦 以至现在打仗的乌克兰 他们都不会留意这个地方 永远有什么事 哎呀,傅姑娘! 那你就熟赵了 你明白吗?傅姑娘! 那你就熟赵了 那你就熟赵了 所以呢 最糟糕的是 你要去扮演,你要Cosplay 正如 各位网友 那你的声音,那些东西都要模仿出来 就像昨天讲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你要说出来 你不可以用普通话 关键那位医友精产 那就糟了 你还能说我扮神区 扮毛吗? 你扮不到的 所以 我想说 这个世界 当你去到哪里都好 你首先要放下自己的眼光 去看外面的事 而重点呢 其实这群人 现在的情况 你说得对 这群人就是现代的义和团 他们不止 不会宣扬你 中国的威名 不会宣扬你什么 他们是搞祸你 在外面是堵你们的 这个才是严重 还有这群人 最可怕的就是这群人 那种麻木 那种的夸张法 是丧失了理智的夸张 那么 你硬将那一套小粉红制度 套出去全世界 你套到台湾 台湾那些人 他没有枪 台湾人最多是跟你建盘战士 很安全的 但是你去说到一些地方 他真的有武力的话 那群人 这些咕嚕都不和你咖喱迪咕嚕 对不对 两个东西 那些真的和你法兰西皇帝 谈来干什么 有些禁忌说话 又怀人纳税 有些什么事 我收留你们的女儿 这些说话怎么说得出口的 你傻了吗 不要这么说 你香港也有人传这样的贴给我 但是我建议这样的 第一件事我们要公平一些 也都要澄清的 这个不是中国的架客来的 北京的外交政策 现在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的话 在联合国那里 他们不会投起权票的 但是我觉得这帮小粉红呢 他们可以做一件事 去显示他们的实力的 现在呢 就很多外国的朋友 退役的特种部队成员 都自愿加入成为 这个乌克兰的抵抗军队 就是参战去看乌克兰 那小粉红其实都可以做一件事的 他们现在自愿 加入俄罗斯进侵 进入乌克兰的部队 去打前线 组织一队小粉红兵团 那你建议啊文翠 你建议派什么武器给他们 你这些什么居心啊 我们从来 都是主张和平 我们从来 我们不侵犯人 也不想人家侵犯我们 我们从来 虽然他有问题 有虽远必诛 虽远必诛就告诉你 透过建盘去诛杀敌军 不行的 现在不够的 明白 知道了 我们透过短片去追杀敌军 你明白吗 如果你想看到最新的最大杀敌力的武器 你能够进入抖音和西瓜视频的装备 其次你是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你是可以上到网 上到网 上到网 而且一定要有足够的汽水啊 方便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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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标准的小粉红军的装备 因为虽远必诛啊 大哥 犯我们小粉红者 虽远必诛 而且最重要 你要有一个VPN 所以呢 你也看到很多YouTube 那些YouTuber 都帮忙买VPN广告的 那我们讲国际军事 那大家可以随时联络台长和文进 去买VPN广告的 那我们是会接的 那所得的收益呢 我们是会撥回一部分去 扣满这些物资 是供应给这些小粉红的 ok 那我建议他们这个穿着和平有爱的 这个带上和平有爱的 的环额口号上战场就没问题了 一定是感动到这个 就是乌克兰的人民的 阿台长 是 你要搞清楚 那战场在哪里 那战场当然是网上啊 那我们是个傻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识不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呀好呀好呀 喂喂喂 我们时间很紧密 我们要说到现在乌克兰的战况 好 有一件很超现实的事情 就是说说俄罗斯俄军的坦克 去到乌克兰的农村那里 就整个抛补 那那件事文进你详细讲一讲 其实呢 就有两单的 那第一单呢 就是有架装甲车 进到这个农村那里 就抛补 那接着呢 那两个的 就是 那三四个 俄罗斯的军人呢 就发觉搞不定了 就丢下了一架车 那结果呢 那架车就被当地农民呢 就拖了 拖了回去 那就在那里炫耀了 那其实拿一架拖车拖走它 那第二单呢 更离谱的 那就是呢 有三名的炭克车的成员呢 就是放下了那架炭克 那炭克呢 就直接是操作良好 是完全是健康的哦 炭克没有遭受抛击的哦 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就放下了那架炭克 那结果呢 就有个农夫呢 就拿了那架拖拉机 接着呢 就跑去呢 把炭克拖走了 拖走了 把炭克放进谷仓里 那些士兵回来了 可能去了买东西吃 或者是萎尿啦 那回来了呢 咦炭克呢 那于是呢 他们去了7分了 是啊 去了7分 那炭克呢 那回去呢 就找这个农夫理论 那结果呢 为什么拖走我的炭克 那那个农夫呢 就和他们理论不果 就不肯交回炭克出来给他们 那为什么不开枪吠他呢 哎呀 你傻的 俄罗斯有爱民族呢 去到最后 就这些农夫呢 就和农夫呢 就在他的农座里住在那里 大家在吃下午茶 那样 那就是 你发觉一样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战意 是这么高昂的 好像刚才你这么问 为什么不开枪吠那农夫呢 我客观地这么说 应该有两个原因的 一 可能你进到那个农场 你发觉呢 突然之间有几十支AK围住 全部的农夫 原来他们都是揹着AK的 那我只好作出这个理性的谈判理论 那第二 最直接的 根本不想打了 那喂 既然吉坦克被你拖走了 我会跟你谈的 可以慢慢谈 拿些东西先吃吧 那样咯 你看到 你为什么要进去超市 去出手一场东西呢 因为根本那帮人肚饿 那有很多听众都夹了一些图 夹了一些片来 给我和台长看 说那些军娘 过了期七年八年十年 那其实呢 就能吃得的 但是 你过了期这么久呢 就没有换到 而且现在新鲜派给你上战场的 就告诉你 其实他们的设备 和他们的处备是很不够的 其实 传说是这样的 一个西方的报道 我们都打个问号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们的捕线出现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油啦 食物啦 和就算意寒衣物 如果出现问题 不知道是否突然间 到三月都没有溶雪 那这个都令我有少少 就是 上回1941年那时候打 纳粹德国打俄罗斯的那个景象 那我们第一次讲过 我们不需要再提 但是现在也有另外有两个情况 我们在这里都要再讲一讲 其一就是俄罗斯的坦克 他受到这个飙槍的Jaflin那个攻击之后 好像 不要想象中 那个钢水那么坚固 很容易一吹就想到 为什么会连这个莫洛托夫 雞尾酒呢 都可以令到这些坦克是着火 这很奇怪 第二就是更加要讲了 就是现在他用那支真空弹 那个杀伤力是很得人害怕的 那个应该是战争罪行来的了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在这里就讲 和强烈谴责那个俄军使用这种 这么低人道的武器 阿玛进啊 你讲讲现在俄罗斯的坦克 他面对这个乌克兰的抵抗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 那么斗负的情况呢 其实呢 这次的战争呢 就很严重暴露了 俄罗斯的那些坦克 或者是那些质量 他们的东西的质量不行 你看到呢 譬如你正常的 你坦克被人开罐头 你在上面 躺下去 那没办法了 死眼了 但是你发觉有时候 側面的攻击 理论上 你坦克里面 也有些装甲 没可能 吃一夜 然后整个炮塔飞到出来 你简单说 你的坦克是LEGO砌的 这样的? 我就告诉你 俄罗斯大炼钢 练到那些东西 其实呢 降水严续不足 这是第一的 第二呢 你也发觉了一样东西 他那些军车 那些东西 为什么整天走着都抛捞呢 其实是你负脊不行 还是怎么样呢 很明显真的负脊不行 他应该是耗油量又大 负脊又异坏 然后呢 其次第三 为什么那些 司拉弄那些木洛桃口雞尾酒 都可以烧到你炭黑 烧到你装甲车 烧到涵乎的 那我想呢 应该他们的炭黑呢 以及装甲车呢 那些防火啊 或者是那些叫做物币系统 那些全部东西都是好差的 这个应该后面有贪污的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你始终呢 好像昨晚呢 Edwin Sir 说这个晚上 夜市镜也好 其实那些贵价的军用品,就算昨天说过,俄罗斯的军官发了一些很漂亮的对港机给他们 他们转头拿去eBay卖了它,然后买两个鸭寮街质素的 国产的,看到了,国产通话机 对啊,其次的,有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好些的军备给他,手枪那些 他就拿上eBay卖了它,然后就可能 随便拿一支来抽策,大家如果看过 有部电影,杜琪峰叫PTU的,林雪掉了枪 然后跑去玩具铺,然后买一支左卵 是玩具来的,先带着,先带着 我现在怀疑,因为有个问题,我们军事节目也说过 你会发觉俄罗斯很多士兵,正常士兵 你应该会有步枪,或者相应的武器冲锋枪 其次你一定会有军刀,还有你应该有一把手枪做防身的 你看到其实英国,美国,甚至乎中国士兵 全部都有配戴手枪,那支手枪用来救命的 就是晒眼,因为现在现代军事就告诉你 你打到那支枪没有弹,你再去找弹,不如拿一支沙码出来射 永远都是你拔手枪,会比你更快换弹夹 所以,但是你会发觉现在有一个问题 俄罗斯的士兵,为什么很多都没有枪在身上 这个已经显示了一个问题 不是军部没有发给他们 而是可能他们很多人 是拿了一些军品,譬如手枪和对港机去卖掉 那结果呢,现在去到真的大家打仗的时候 就出现那些荡室路啊 可能有个GPS系统就被人卖了 对啊,接着另外被人打到来 接着那些AK搞不好,保药不好 甚至乎没有AK用,先拔一下手枪 那手枪呢?我连盟的枪套卖了 那就出现这些情况 所以现在根本的情况就是 他本来经济都不好 你看到他的军事预算 当美国、英国的军事预算是千亿千亿 几千亿,俄罗斯这么大的地方 军事预算原来是六百亿 你知不知六百亿的军事预算 跟某个地方的纪律部队是几乎一样的 是啊,是啊 那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我们的军事预算也多了 是啊,所以他根本就告诉你 他本身就不行了 一条高铁也多了他 另外台长,我们的听众都说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很伤感的消息 我觉得也要说一说 烏克兰那边有东奥 我们的军事预算是厉害 结果是还要去菩营 就已经是跟俄军的交战里面 新军掃枪死亡了 大家现在整个国人在振助 其次在和俄军人没有踢球 这个球员没什么要做 去打仗 全部都是加勒民兵 结果昨天有两个球员 一个手拢,一个不知是踢哪里 总之两个都是在交战中和敌军交货死了 第三,有个很大件事 这个就是台长和我的同行,我们是行家 乌克兰的德长女作家 他是很出名的,国民女作家 他又是一百年多了 接着就拿枪去和俄军打,结果又是死了 这件事是很震撼的,因为是乌克兰文学界的巨大损失 而他死之前15分钟,他透过Twitter拍着一本书 他问有没有人愿意来帮帮乌克兰 最大件事是新鲜滚热,这是震撼消息 记不记得我们不是说过基护幽灵 是,他死了 基护幽灵应该有消息传出 原来就是这个被誉为 东欧第一飞机师 就是这个叫做奥沙真高 一个退役的传奇空军上校 他原来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和乌克兰空军的训练官 即是他退役了 他退役了,他是一个叔叔 可能在说都60岁 他原来这次是特意很低调的 去拿回他的王牌战机去指挥整队空军 现在有很多人在说怀疑 可能他就是这个基护幽灵 因为原来说他是被誉为 不要说只是东欧 是欧洲应该是头三名最厉害的飞机师 即是叫做是 即是本身是很有名的 也都全世界以为他根本就不是住在乌克兰 因为如果以他的级数 他应该可能住英国住哪里都没问题 谁知道原来他一直在乌克兰 而且他亲自上阵 现在说的是昨天的时间 他可能是为了要掩护队友 被人击落了 即是身亡 这个是乌克兰总统沉重哀悼的 因为整件事是很震撼的 你没有想过一个传奇名将 竟然真的 即是这样的年纪 还可以打这样的战绩 那其实现在计算 基护幽灵有可能是两个人来的 那现在存在呢 其实基护幽灵可能就是他和他的儿子 嗯 这个是 即是一个 很很很 即是一个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我就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说在这些把这些英雄的时刻 很靠近的事 我们也是要害到这个乌克兰的人民 这次应该有很多小孩 他们是饱受战火的摧殘 有一些应该就在战火里面被杀的 難民方面都有 現在估計差不多去到一百萬 去湧去東歐 即是在波蘭或者其他地方 陸續續都會有更加多人去到地難 我們這裡還要提一件事 就是這次俄羅斯 因為近距離他們遇到這麼大的抵抗 他們自己本身軍事的裝備質素這麼差 他們一定要打遠距離 所以就開始用這些真空彈 文俊你要介紹一下 其實這些很不人道的武器 他們那個殺傷除了真空彈之外還有白輪彈 那些是打ISIS的人用過的 這些武器被禁止了在國際上對平民 或者一般 譬如我當你罕匪 非軍事出事 譬如說有個賊 走去偷東西 或者偷車 打劫民航 我走去拿真空彈肥 他行不行 不行的 因為是不人道的 因為會令你整個人氣化了 然後第二 他的範圍是很廣泛的 你說很精準 像一槍斃命 發一發真空彈 然後就只是打前面的人 不行的 簡單來說 他會造成大規模的死亡 而且他不只是對人體這麼簡單 他會對整個環境的破壞 甚至如有一種燃燒的後果 大家可以看到 像哈爾科夫大樓 被他們炸 你會看到整個地面 連同身邊的車 連同旁邊有些叫做熔熔爛爛 四肢不全的肢體 這些相片 大家上去Twitter有大量的 不過 當然 我們不可能登出 因為太恐怖了 你看到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是敵我不分的 那他很多時候 如果他的範圍是計算不合適的話 他會連自己的事兵都打起來 因為BBC有兩個報道 我想大家看看 第一個就是BBC英國記者 駐英國的烏克蘭的同鄉會 他們有一群 上年紀五六十歲的 在英國組一隊民兵組織 回到烏克蘭打仗 他們移民到英國了 那群人是穿著英國軍服 帶著英國的裝備回去 他們說明 因為他們不想給俄羅斯 給藉口說英國派人參戰 他們特意將英國軍服上的英國國旗撕下來 貼上烏克蘭國旗 他們出發的時候 記者就問他 你們其實這樣年紀 不怕死的嗎 他們的回答就是 我條命交給上帝 上帝要我死 就是他的意思 他要我生存 就是他的意思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的了 另外第二個 我想大家看看 講俄羅斯現在的殺傷的問題 因為這個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 其實有很多人說俄羅斯語 有很多俄羅斯人在這裏 俄羅斯語我已經這麼說 是 結果有個女教師 她描述了一件事 就是她和家人 然後當時俄軍在前面開火 他們用俄語跟俄軍說 不要打俄羅斯人 然後對面俄羅斯的步兵 一聽到 馬上有幾個年輕一點的士兵 馬上走過來 站在他們的旁邊 然後就向後面哭 不要打俄羅斯人 結果這幾個士兵 連他兩個家人 是被俄羅斯的軍隊在後面開火打死了 而他是假裝死了 躲在下面 就是說那個軍人死之前 俄羅斯的士兵 是掩護著他 因為可能那一刻聽他說俄羅斯話 以為他真的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士兵是奮不顧心 是掩護著他 結果兩個俄羅斯士兵死了 而他作弓就是說 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到後來他爬出來 他說俄羅斯自己的軍隊 不殺或者不傷自己的軍人 是連去看也不去看 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說出來 就告訴你俄羅斯 其實他用這些武器 除了很不引導 可能會造成大量的誤傷誤殺 而他們是至諸不利的 因為你剛才說的 白輪彈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你射在空中爆下來 那你在戶外有風的 會吹到其他地方 是啊 你在前面 如果你在步兵群前面放 你怎麼肯定 就是跟以前中古時期打仗一樣 你後面放箭上去 你怎麼肯定射不到自己人 所以 香港試過的 放出來打的時候 那些風吹了一串頭 所以理論上 其實如果你用這些武器 第一你不應該用在平民上 是不應該的 第二 其實以往是怎麼用的 例如我打阿富汗 我打ISIS 他就躲在山上 山洞裡面 那我就把他吹進去 因為上面沒有自己有 你就不代表在一個平地 不代表在城市裡用 是不能用的 還有有聽眾想我們補充一下 哈爾科夫 他也是打軍事設施 為什麼你們這麼大反應 你要知道 昨天有個很震撼畫面 整支巡航導彈射到政府大樓 然後引爆整個政府大樓 你知不知道那種政府大樓 不是軍事設施 他是社區行政大樓 就好像你去搞身份證 跟著公共同書館 他是一個從事民職的地方 他不是警署 他不是任何軍事設施 甚至乎電視台 他連廣播都不是 你明白那個情況就是 他已經是去到 我不管你那個設施了 他就說我只是打軍事設施 事實上他就是實質地有意 去炸你市中心 現在這個說法 根本沒有人會相信的了 你看到畫面 知道是有炸不是有炸 因為軍事上已經不能夠 單純去進入基府 還有第二城市的基务科夫 所以現在這個做法 跟打一個 第二次是大戰傳統的那種 納粹德國打蘇聯的情況是一樣的 只不過現在的角色是換轉了 還有有聽眾想我補充一下 就說你昨天說 有些志願軍去到 那些志願軍呢 譬如是日本的自衛隊 或者是有些退役的軍人 去到他有什麼作用呢 那些志願軍去到他不是自己上前線打的 他因為太多民兵 譬如你一個人帶著幾十人 你教他們怎樣去用手上的槍 教他們怎樣打準些 教他們怎樣撥敵人 這個作用是大過他們親身上去打的 絕對 那你變相呢 如果這一幫人呢 現在據說 有幾萬個這些叫做 僱傭兵隊 或者是志願者 荷蘭啊 英國啊 歐洲的志願兵 加上返烏克蘭的同鄉 那應該呢 全部加起來呢 集結到是有八至九萬人的 那八至九萬人呢 平均一個人 帶四十個五十個平民 那接著呢 去有組織地 來到去還擊呢 那這場仗再打下去呢 那基本上呢 你 步兵方啊 去對撼呢 就不只是撼對家的步兵 而是撼整個城市的人口 那這件事呢 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還有第二件事 你會發覺 為什麼他們不停擲那個 莫洛托夫雞味酒 擲來擲去都還有呢 因為呢 就是斯洛伐克啊 波蘭啊 很多旁邊的國家呢 他們是將很多的燃料 很多的這些炸藥呢 是困了過去的 他們現在呢 如果打物資戰呢 你俄國這麼疲乏 那邊是怨怨不絕有物資的 那結果呢 你會發覺他們是等於 好像你打遊戲機那樣 那邊是無限子彈 無限汽油彈的 那結果呢 你的戰爭呢 陷下去呢 就越來越難看了 是不是?台長 簡單來說呢 時間在烏克蘭那邊啊 如果烏克蘭的人民呢 繼續以現在這種鋼鐵意志去抵抗 就算俄羅斯怎麼濫炸呢 都不會令到烏克蘭人民溫服 但是問題就是 西方世界為什麼見到 一個這麼慘烈 這些場景照計 是應該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發生的 大家吸收那個教訓 是不應該給它在人類的歷史再發生的 都在現在歐洲這個地方發生呢 這個西方國家是難辭其咎啊 所以我們呢 就是去看這場戰爭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譴責這個俄羅斯的是一個侵略者啦 但是西方世界 就是以美國為首啦 特別是美國的總統拜登啦 到現在都仍是袖手旁觀 都仍在討論著一些枝節問題 我們覺得這個是對烏克蘭的人民 特別是對那些在戰爭上面 戰爭上面死傷的平民呢 都是一種罪行來的 我們都是在這裏 真的覺得應該是強調譴責啦 那好啦 今天的時間呢 我們差不多了 因為很長很長 那我們是不是到這裏 明天才見呢 當然啦 還有呢 其實呢 我有個不祥預感啊 我覺得呢 如果你說真是普京禁制 用核武器 甚至小規模核武器呢 可能會很快 所以呢 萬一真是這麼不幸 希望不要說中啦 萬一在戰場上面 發生第一枚核彈 就算是小型的也好 因為現在的核彈台長說過很小 其實呢 阿文還應該用一個準確一點的說法 那些叫戰術核彈 是 戰術核彈 就跟戰略性核彈就不同的 但是戰術核彈呢 是的確有機會 一個瘋狂的人會用 這個真的不可以排除那個情況 但是你說 一個大型的核彈 去射去美國的華盛頓 或者麥薩基 這個我就覺得 就真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我覺得這一種小型核彈呢 說的是它放在那些 叫做發放真空彈 還有那些白輪彈的那些戰車上面 是發放到的 甚至乎呢 其實如果你最新來的 因為它的彈頭呢 其實小 很微型的 很微型的 小過一個電飯舖 結果呢 其實嚴格上來說呢 你用托堅式系統可以發射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萬一真的這麼不幸 因為這件事呢 就簡直是沒得慢的了 如果它按了鍵 真的 它真的用這種這麼小型的核彈去攻擊呢 那我想我和台長呢 都要馬上做即時報道 沒錯沒錯 辛苦了台長 另外最後 我們技術人員呢 是真的確診了的 那希望大家都和我們一起祝福它 因為技術人員 早日康復 是啊 技術人員是最偉大的 OK OK 就這樣決定 拜拜 拜拜 梁錦祥的飲食世界第一集和大家見面 今天呢我們來到呢 就是這個旺角女人街 一間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 那這間食市呢 雖然地方是小小的 那我就做足這個防疫措施的 那為什麼是做足呢 雖然我現在不戴口罩 但是呢 室內就只有我一個客人在這裡 那這間就是火之神呢 就是以這個和食和洋食Fusion 作為賣點的 那今天呢 老闆呢 就特別為我做了一道很受歡迎的菜式 那這個呢 就是海鮮湯 煎魚湯底的這個海鮮湯 那海鮮粥 那配些什麼呢 就是餃子 那另外一個小食呢 就是這個炸雞營 那我首先是嘗一嘗這個湯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這個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的話 一拔出來呢 有這個 八爪魚 哇 相當鮮味 再搭上這個 餃子 嗯 嗯 應該不是嗎 應該混在一起嘗嘗呢 嗯 嗯 鮮味一流 那不要怪我了 那今天是飲食節目了 所以呢 就再做了這個 枝滑屎 是吧 大家不要怪我了 現在雖然是下午 但是都要對分 對分一匹 那麽 這枝就是正的 來的 啊 火定 那麽呢 那麽呢 就試完這個小食了 那麽呢 那麽呢 就是雞翼 那麽呢 我們加少少這個 沙律醬 在上面 嗯 哇 裡面咬出來有汁的 好滑 好鮮味 那麽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呢 食屎大動呢 引起你去食俗呢 就記得 在六點之前 就不要 六點之後 就來到這個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的食屎那裡 光顧一下 就幫這些食屎呢 去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好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 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呀 三二一 沒有了 幾度 神秘之日 什麼時候開始啊 你一個就開始了 所以不用等到很久了 是吧 但是你說了 你的環境出色了 出色了 就是戴面 就是戴面罩 最慘就是這樣 是啊 沒辦法了 想聽神飛之夜 記得支持梁錦祥頻道 謝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 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嗯 那就乖了 嗯 這樣就乖了 看看它會不會回到氣了 隔天的時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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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